大叔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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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继续做一下新品种玫瑰的测试 今天咱们测试了这个花 这个叫美琴 这是孟金鹏的美琴 花每家帮我发过去 因为现在这个花头比较小 我问他们原因是因为 据说是现在云南是雨季 所以说容易灰梅 基本上基地采花 采的比较生的 不要怕灰梅 咱们吃下这个 这个据说是能开爆的 咱们这是葱藏水 加碗子 咱们把这个花擦在这个皮里 好 咱们这花就擦完了 都擦在皮里 所以我一会拿我家去 咱们在家里看一下 家庭环境下 这个花里面是怎么样 这叫做美琴 据说是可以开爆的 好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天以后 这个美琴玫瑰的状态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花头 这和昨天比 有明显的开放 昨天看着还有点 捏了吧唧的小小的 今天看起来已经开了 说明这个花开了以后 比不开的是好看 我估计到明天开的可能会更好 已经开始开放了 来看一下这个水是非常干净的 没什么问题 叶子比较小这个花 家里这已经来暖气了 所以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 我这个温度大概23度 时度比较低 大概53 54的样子 这就是一天之后 美琴这个玫瑰的状态 现在是两天以后 咱们看一下这个美琴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花基本上 已经完全开放了 开放以后还是很好看的 现在呢还是属于秋季啊 如果夏天很热的时候 这个花材的开放度肯定会非常大 有点像类似于荔枝一样的 可能会很快开爆啊 刚拿来的时候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了 两天以后已经变成这样了 不过总的类似于现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啊 这个花瓣 这个 它会有一些坏地方 看一下 其实花瓣会有一些烂的地方 这种情况拿手把这个 就是有点翻烂的 这花瓣摘掉就可以了 这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 水分呢不能及时挥发 所以熬不烂的 这种情况把这个不好的瓣去掉就可以了 最好去掉 如果不去掉 可能会影响别的花瓣 去掉以后就好了 好 这就是两天以后 这个美琴的状态啊 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开爆的花 而且开爆速度很快 现在还好 到夏天的时候 我估计也是 早上还是花瓣 中午可能开爆那种 咱们看看 它这个程度 能坚持几天啊 现在我室内的温度呢 是大概22度 室度大概是56%左右 还是比较干燥的 现在是三天以后啊 真英文这句话了 就说 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大概一看到啊 三天以后 这个美琴的花 基本上全部都开放了 有个别花材已经开平了 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个基本已经开平了 这个地方 这些叶子比较少 我留的时候也不多 现在看还可以啊 大家可能看现在还不错啊 但是其实呢 这个花我收拾过了 刚才我已经把水坏了 有几朵花啊 它里边有个一个两个的那种烂瓣 就是花瓣有点烂的那种 我已经全部摘干净了 所以现在看上去啊 还不错 大家在养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如果发现这个花瓣有烂的 这个一瓣两瓣的现象 你可以把这个花瓣摘掉 但是记住摘的时候 从根上摘啊 就整个一朵花瓣全部摘掉 不要只摘那个烂的地方 这它可能还会有的 我说也换了 我看看 这个能活几天吧 三天以后啊 这个美琴 就已经达到这种开放度了 这要是夏天我估计会飞速开放的啊 这个水我今天刚刚换过啊 这也用的是矿泉水加可力线保氧机啊 现在这里的温度大概23度 湿度60%左右 好现在是四天以后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美琴啊 基本上已经完全开放了 而且已经开始凋谢了啊 现在状态就比较差了 大部分花瓣已经发软 有些掉瓣了已经 基本上呢 花期又到了 如果花点的话 这个基本就该扔了 但是如果放在家里的话 还能坚持个一天吧 我估计明天就够强了 温度大概22度左右 湿度大概52%啊 好这就是这个美琴 四天以后的状态 基本上over了 好这是五天以后啊 这个美琴的情况 这个花基本上就over了啊 结束了 有个别还能看 但是绝大部分的花基本上都结束了 大家看一下这叶子也开始下垂了 有点变色发黄下垂了 说明这花的花期呢也大了 这是五天以后啊 温度是22度啊 湿度大概54%左右 好这就是五天以后啊 这个美琴的情况 我觉得基本over了啊 就可以停止测试了 咱们说明美琴这个花呢 还确实是一种能开爆 但是呢花期比较短的花 这个季节大概能有个五天的样子 到下季我估计也就是个 两三天三四天的样子 那咱们这个美琴这个花呢 就拍这么多啊 最后呢我再感谢一下这个美花美佳啊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花材 非常感谢啊 对于美琴这种玫瑰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 或者建议啊 可以在我的评论下方给我们留言 咱们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看看这个玫瑰能不能 把时间再延长一点也更好一点啊 好这个美琴这个玫瑰呢 就拍这么多 谢谢大家